最新的消息 舒立基颱風在一天之內 威力快速的增強 在今天下午呢 是已經增強為強度颱風了 颱風也呢 也非常的明顯 而最新的路徑也曝光 看到哇 這路徑 而且的範圍這麼大 對台灣會不會有帶來 下雨的機會呢 中央氣象局說 舒立基是今年首個強台 下個禮拜三是最近靠近台灣 預估呢 為東部地區 帶來水氣 降雨機會也會增加 但是呢 會不會為中南部帶來 雨水的疏解憾象呢 恐怕大家要失望了 雖然看它的路徑 還有它的警告範圍這麼的大 但是對於疏解憾象 恐怕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好 這個氣象專家呢 也透露說 這個雨下不來的關鍵是什麼呢 就在於是反盛陰現象的餘危 使得台灣春雨呢 相對的偏少 恐怕要等到5月下旬 到6月初沒雨季 才有渴望稍稍的解渴 本該是滿滿的水位 直直探底 水庫底部露出一大片黃土 水情吃緊 政府節水力道加大 儘管今年第二號颱風舒立基 有機會增強為強台 路徑也持續往西修 但對疏解台灣的汗象 人幫助不大 在菲律賓東方近海 就北轉的機率比較大 除非真的有很大幅度的往西修 降雨的話 目前還是以東半部地區為主 過去只有一個清台的四月台 但對桃園以南帶來的雨量並不多 即使歷史重演 還是難解乾旱 而氣象專家也分析 雨下不來的關鍵 從東亞附近低空氣流途 可以看到菲律賓至南海 台灣都在異常的氣旋式環流影響下 明顯的降雨區也在這 但台灣福建廣東一帶 都是異常偏少雨的區域 這樣的形態反映了反聲音現象的餘危 使得台灣春雨相對偏少 PTO它在副相位的時候 再加上反聲音兩個強強聯手 就容易造成 更容易造成我們台灣這邊的春雨異常的偏少 氣象專家更直言 今年美雨遲到的機率高 一直要等到5月底至6月初 才有望稍稍解渴 而隨著東北季風增強 大陸沙塵暴也將往南移 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間落在週日清晨 午後才會緩解 空瓶拉緊報 外出記得戴上口罩 記者成績安林沛傑 台北採訪報導 是不是很希望中南部趕快下一點雨呢 希望在我們的留言區幫我們畫一點雨滴好嗎 下一點雨好嗎 希望大家一起來騎點雨 希望中南部能夠解旱災 因為南台灣九旱不語 高雄知名的景點像是蓮池潭水位都嚴重下降了 看得出來是哪裡嗎 全部都水位下降 這是龍湖塔橋墩也都露出來 湖底變成光突突的小山丘 魚蝦都被曬成乾了 還有台南雪甲的西瓜田 因為沒有吸水灌溉 這地下水又太鹹 結果瓜苗都萎縮 未來預計減產會超過六成 嘉義氣象戰更預測到了 4月到現在累計率量不到0.1毫米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1輪西桿 2輪西框 3輪西桃 3輪西桃 Xavi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